第四十题 爸爸与小兰到公园玩敲敲板 爸爸体重60公斤重 小兰体重20公斤重 分别坐在敲敲板支点等距离的两端 爸爸的一端着地 敲敲板曾静止不动 如右图所示 这敲敲板组成均匀不含支架 板值的重量为100公斤重 下列关于此行形的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中有问到一些支撑力 所以我们要去画出力图 老师上课说过 力的解决的问题有三步骤 一要知道谁受力 二要知道受哪些 也就画出力图的意思 然后再代入条件来解决 那么我们的小兰呢 有体重20公斤重向下 爸爸呢有体重60公斤重向下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板子 有一个100公斤重的力量向下 那板子的支架给一个支撑力呢 N向上 那么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支撑力呢 T呢也会向上 当然我们的力量不见得一定向上 那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计算的正确设的正确 那么解出来之后 如果我们原来设为向上是正值 那么答案就会 会变成负号 那它就表示它是向下的 那我们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的力图 那么第一个是要合力等于0 所以所有的向上力要等于所有的向下力 所以N加上T要等于20加100加上60 也就是180 第二个呢就要合力矩等于0 那么这边是我的支点 所以N跟100都力线都通过支点没有力矩 那么20这里有个逆时钟力矩 那么T这里也会有个逆时钟力矩 那么这边一个60是顺程中力矩 那么力必乘以力 我们假设这个距离是L 所以顺时钟力矩L乘以60 等于逆时钟力矩L乘以20 加上L乘以T 那么L消掉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T就是60-20 等于40 也就是地面所给的支撑力呢 是40公斤重 那么再带回去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N呢 N呢去加上我们的40呢 要等于180 那所以呢我们的N呢 就是140 也就是支架的支撑力呢 是140公斤重 所以选项C说 地面对爸爸一端支撑力是140公斤重 是错的 应该是40公斤重 那么选项株呢 说静止不动敲敲板 支架支撑力是80公斤重 也是错的 应该是140公斤重 那么这个图上面呢 是有受力的 可是受力之后又静止不动 就称之为静力平衡 所以呢选项B说 敲敲板处于静力平衡状态是对的 那么因为静力平衡 所以合力要等于0 合力矩要等于0 所以敲敲板所受的顺势中立矩 要等于逆时中立矩 所以选项A呢也是错的 因此第四题 问我们说下列关于此情况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敲敲板处于静力平衡的状态 现在我们下列关于此事 现在我们下列关于此事